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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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观其他美少女们其中果然不乏以胡选秀冠军 回炉重造的眼熟脸 包括蜜蜂少女队 前1931女团成员 还有不少已出道的艺人 太过好声音的李子汀 前生男孩48 葛家慧 喂 你们这样和黑比用原名填富珍拿下最佳新人娘有什么区别 接下来现场小姐姐们逐个挑选心目中的座位排名 哇哦 又到了我最喜欢的素料姐妹花互捧环节 毕竟搞事才有收拾嘛 本轮Social优胜者意外花露绿衣小姐姐桑尼 刚来就已经和全场弯腰握手败过靶子 别人都在等待pick 这位兄弟大概是来pick对象了吧 随后 导师出场 选秀前辈组黄子涛 陈家画 王一博 毫无综艺感 但能引流粉丝组张杰 吴彦斌 可发现做选秀导师为致富新渠道的罗志祥 介绍完毕开始各位的表演 每个团员根据实力被分为A到F班 首歌出场的网红拼凑临时团体 撞卖跑掉 车祸评出 有毒君一击尬到香蕉快进 接下来的香蕉女孩却着实让有毒君眼前一亮 舞蹈整齐唱功在线 不得不感叹 思从旗下的艺人果然充满了自信的金钱香 之后 台风迷人的How Girls 提供海调表情包的CH2 仰超越 乃至画风轻奇 腿为傲人的金华火腿团 均有亮眼表现 其实有毒君认为 女团未必需要轻受甜美 吃喝放肆的微胖人身 与状况外的二兮兮 也是女孩子最真实可爱的一面呢 回到话题 第一期 Sumshy以外最大的看点 莫过于席位的过饱和之争 从这个楼梯走到上面 站在这个数字的人面前 告诉他 请你 相爱 思从金钱香味公司的小姐姐 强东月 主动向把自己挤出A班的鸭米 发出了 白斗 有毒君最期待的画面终于出现了呀 你 过来啊 创造101第一期 在友好互私中落下帷幕 话说回来 这张节目定会使大众的目光 转移到女团这块 新生代娱乐圈的空白处 其取得的反响也是空前的 然而节目最后出道的女团成员们 又能否融入市场 会不会走上其他选秀节目 腾花一线的老路呢 由于国内并没有成规格的团体造型模式 也没有专业的打歌舞台 就连最长寿女子组合SHE 也被迫单飞不集散 并且在国内对女明星极不友好的环境下 女团成员的黄金事业期极其短暂 会团时仅26岁的曾艳芬 在生男孩48中都已数高龄 贩卖恋爱感的小偶像们 非但要顾及年龄 爱情和生活都被公司严厉压榨 重复一下公司的誓言 成全别人恶心自己 而吃力不讨好的小偶像们 经常遇上不善营销的公司 生男孩48只有一个 而凉凉的1931遍地都是 可见能否走红还是实演命的 大环境很重要 并不是每个女团都能像我们 大桑木士M曲线走红的 有东西认为 是巨资购入版权 做仿宗的同时 更应该聚焦创新性 稳扎稳打 创造女团批量生存的土壤才是 相信华语乐坛也会如 少女时代 A品 Red Velvet 搬群花盛放 毕竟肤白貌美的 大长腿小姐姐们 谁人不爱呢 永远想到一起开始的历程 这几个字又成温暖的气氛 如果又来形容我们 是不是很超妙转身 从没想过事情会这样发生 原本陌生的人闯进了人生 从此生命中 躲出你门 也躲出无限可能 一起作伴 一起游玩 一起分享 青春的宝藏 一起前进 一起转弯 一起想下一个梦想 Hi baby You baby 什么都不想错过 用心感动 这旅程中 因你而加倍的感动 My baby You baby 让我多提下一些言路 感受 那将会是我 最美最好的生活 爱看各类奇奇怪怪片子的小仙子 小仙女们 记得在微博 关注 此片有毒 随时够大 有不经呢